柯文哲先前下乡吃着鸡腿便当 可能不用吐骨头 他在能源政策记者会上 披露了独家技能 我吃饭从来都没有什么厨余 如果我们可以把台北市的市民都训练到 不要训练了 说服他们吃饭都没有厨余 我还要花时间去盖一个厨余处理厂 后来那个计划就被我打掉 提到在担任台北市长任内 打枪盖厨余处理厂的提案 但这说法让同场学者也惊讶 所以我就蛮好奇的 你是不是连橡胶皮都吃进去 除了那个以外 所以可以除很多种 柯文哲拒绝环保厨余厂理由 居然是他吃饭从没厨余 引起网友讨论 只指处理厨余压力最大的不是个人 是餐饮业者 网后医师陈志金在脸书发文计讽 柯文哲说出吃饭没厨余 不是被照顾得无为不至而不自知 就是不知道那一餐有厨余的无知 环保局的提议 其实是符合减碳跟净铃跟永续目标的 结果你居然用自己说 因为我吃饭不会留厨余 就这样把它给打 如果你当总统 难道也是用这样的决策模式吗 而日前柯文哲搞不清楚 农民保险和农业保险就呛瞎大撒币 长期关怀农业的立委 参选人吴英宁爆料小故事 他就拿起一包米敲他自己的头说 这个米怎么是硬的 跟他解释说市长米本来就是硬的 尤其这个是真空包装 可是他根本没有想要理解 吴英宁说当父亲吴胜 向柯文哲介绍农民准备的闲粥配菜时 柯文哲仍然自顾自的吃 压根没有停进去 难怪搞不清政策 因为没把农民放眼里 柯文哲拿自己的生活经验排版实证 挨疲不动装动态度傲慢 公共政策是这样决定的吗 深属黄晏九侯潮台北 曾报道